《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新淫透視 今天我專門穿黑色衣服 因為是六四 將會邁向22周年 在星期六的日子 22年前的六四是否星期六 有沒有印象 沒有印象 真的不要記得 不是星期六是星期日 為甚麼呢 因為在22年前 八九六四的時候 我記得那一早上星期日 我當時還是回教會的 背信棄義的教會 或是見尼忘義的教會 回到那間教會的時候 一片十雲慘霧 原來有一位執事的太太在哭 為甚麼在哭呢 因為她不是哭學生的不幸 那位執事的太太是哭她老公 即是教會的高層 應該是當時身處北京 就失去了聯絡 即是她很害怕 對啦 很害怕那種 我還是歷歷在目的 當然是經過了22年之後 我數年前還是回那間背信棄義的教會 那一個執事和執事太太 即是叫那些人不要說那麼多政治話 不要說這些話 在講壇上 當我們那時的牧師 也有些社會意識 即是說少許這些話 譬如說道的時候 會扯到少許 他之後會 即是搭到牧師的肩膀 叫牧師少說這些那麼政治的話 講些叫人讀經 多些祈禱 講些社會現在很人蕩 我們現在要徵結 講這些就好了 即是那種背信棄義的利害法 是真是非三言兩語相容形容的 那不只是教會 我覺得現在 當我們上網 很容易找回以前六四的一些片段 包括TVB做的甚麼 甚麼血洗驚承 新聞購視 亞洲電視裏面 還有謝智峰去報道六四事件 現在其實在網上可以找回 那你看的過程 我想好像昨天發生的事情 對我來說 以及你更加會領會到 就是你說的背信棄義 我記得訪問過吳康文 我看到有吳康文 梁振英 不用說了 大家說得出 譚耀宗當年也是 是支聯會 也是支聯會 譚耀宗也是支聯會 譚耀宗 呈介藍 那些都是支聯會的核心 是 跟我司徒說一黨 是 那件事而已 是 是 其實互聯網有一個很好的 互聯網給我的感覺 就好像是一種的 歷史的印證 即所謂發生過的事情 扔了上去 只要上載了上互聯網 就等於是有一個落印在這裏 你隨時可以找回以前很久的東西 沒錯 歷史的落印 可以說是 沒錯 現在的歷史更加清楚過過往的歷史 可能是有些專家或者是有些史官去寫 但現在是可以從民間的角度 是看回歷史是發生了什麼 當我看到上去Facebook 有些人還在說 還在說什麼六四 現在就大國崛起 也有這些言論 也有的 我們都見怪不怪 最好是你說了這麼多東西 當時你年紀輕 八九年可能還有一顆 精子還是卵子 你就會看回當時發生了什麼 當你說這些說話 我們會覺得很涼薄的說話的時候 你就會看回當時發生了什麼 是吧 所以互聯網 這個發生 是令到大家的記憶 不會模糊 是不斷不斷 是在提醒我們發生了什麼 我最近在看哈維爾的名著 無權力者的權力 他也說過 捷克裡面的一些極權政府 如何對待歷史 我們剛剛提過歷史 他說 根本就沒有歷史 慢慢地 但確實地 我們失去了時間的意識 就像現在 未經歷過六四的人一樣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看 譚耀宗 或者是梁振英 我黏了他們兩個 變成梁耀宗 梁耀宗 梁振英和譚耀宗 我們在網上找回他們當年所說的 還有他們當下所說的 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哈維爾說的就是 失去了時間的意識 奇怪了 為什麼他們會忘掉所發生的事事 什麼時候發生的 忘掉發生了什麼事 除了獨特性從事情的流逝中消失抬盡 延續性也隨之不存在 六四的延續性也慢慢隨之不存在 有人說共產黨和你鬥長命 OK 你這一代的人還是堅守著六四 這一代的人都慢慢開始探望著 老實說 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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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人 年輕人 再加上那些外國教育 23條就來了 延續性也隨之不存在 所有的東西融合為一個單一灰色的影像 變成一個相同的循環 我們會說 那裡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今時今日 如果你帶小孩去天安門遊學之類 這裡曾經八九年二十二年前 是血洗的地方 今天來到這裡 哇 當年沒有事情發生過 其實是這樣 一個死值的秩序 被強加到人們的頭上 一切活動被完全組織起來 於是他就徹底死亡了 哈維爾 好 將來會有一個叫遊學基金 遊學的東西 是 是 是 大家有興趣的 我們搞一個遊學團 給別人的學校搞 去北京 遊學 去北京 就去天安門 是 你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跟他說 當時發生什麼事 公安會不會動 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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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消滅歷史 或者消滅悲傷記憶 我想這個是 所以在六四的延續 可能在極權社會 政府底下 你可以什麼 就只有玩東西 就是用一些 噴漆 作曲 剪片 又或者各種諷刺的形式 去繼續表達 那件事繼續延續 第一沒有那麼沉悶 第二可以 揣擾過一切的 打壓 包括我覺得這個特首都是 是 特首很鬼馬 是 你說他說 網上 噴油 噴魅魅魅 其實為何 范潮麗太一 說23條不是紅水猛獸 23條都是 看看香港市民怎麼看 我們一定要走出來 反對這件事 因為若然23條立了 現在未有23條 那個艾魅魅少女 噴的那個 都是要出動到重案組 去調查這件事 是不是 如果有23條 那個女生 或者是男生 未必是女生 艾魅魅少女 這個符號 那個人 死了 都沒有人知道 是不是這麼說 若果有23條的時候 我們去將這些東西 上網的時候 會不會就是煽動國家的動亂 煽動國家罪 來入罪 令到有機會 所以我們一定要反對 其實六四的精神 即是六四所發生的一些事 22年前那群學生 所要求的訴求 今時今日 就是講艾魅魅 趙連海 譚作人 那些維權人士 都是延續那種精神 所以你說如果對一些學生 你剛才說精子、卵子 那些 22年前他們根本是 沒有的 是虛無來的 22年前 22年後他們都不知道 那是甚麼事 進不了心 我們就其實 可以告訴他們 其實不是 其實跟基督教一樣 為甚麼基督教 耶穌 幾千年前死毀了 是不是 為甚麼今天那些人 仍然是對耶穌 十字架的受死 復活那些事件 仍然是 那麼入心 那麼溺溺在目 就是跟 現在他們 是發生到一些關係 好了 你跟新一代的 朋友 年青人 怎樣去說 怎樣去說 當年發生的事 是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 可能是 當下 現在這一刻 跟我們發生過 甚麼事 就是扔著那些23條 危未未噴漆 甚至乎是 反高鐵的事件 一連串這些事 扔著在一起 或者是 是不是這樣說 甚至乎 你說跟那些 僭建的事 你都可以是 同一個 的處理方法 甚麼意思 好了 很簡單 我都曾經潛見過 我家裏 有個天台的玻璃園 很快就被 屋御署說 一定要清拆 一定要清拆 如果不拆 他限期 他來幫你拆 問你收回錢 如果你不讓他拆 他每天收你錢 每天罰款 說到又拘捕又鎖 又說 十惡不赦 搞得我好像殺人 真的欠他錢 好像 稅谷追錢 為甚麼今時今日 這些高官 這些專櫃立法會議員 有這些事 好像曾蔭權 又說未必是 未必是 違規的 為甚麼他們就會有 為甚麼這麼不公義 這麼不對等的事 會發生呢 這就是六四那班學生 正在問的一個問題 你說香港是沒有貪污 但有沒有腐敗的官員 你說有沒有呢 香港 不用我講 大家都心中有數 我覺得 沒錯 是不是這樣說 這就是扔著六四的精神 如果你問我 如果再再再再 再簡化一點 甚麼叫六四精神 回歸六四精神是甚麼 就是講真話的精神 如果你問我 即是講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可以講到真話 講說實話 不會有實話 現在 你問那些 剛才又要提到梁振英 和譚耀宗 因為我最近 經常看片 不斷重複 都是他們兩個 當年所講的 你甚至找那些牧師 吳忠文牧師 我們來講 吳忠文牧師 六四回歸之前 在講甚麼說話呢 有文獻可以看回 有文字可以看回 一樣是說共產黨不好 一樣是說要民主 又要反對政權 到今時今日 他是不是還在說這些實話呢 又說基督教是講真理 又說牧師是講真理的代言人 又說是上主的僕人 一些實話都不講 怎樣是做上主真理的代言人呢 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要說回歸六四精神 就是一個說真話的精神 我覺得 可不可以說到真話呢 說真話會不會因為二十三條 那個藝美美少女 因為她說真話噴藝美美 即是誰句怕藝美美 而被人抓呢 會不會呢 會不會寫用憤不自寫 平反六四起地下 都要被人重案組去拘捕呢 這個就是我們要講的真話 拘捕就一定會拘捕 就不是用重案組去拘捕 那個分別就是這個東西 他用重案組的目的就是 要恐嚇家長 恐嚇你身邊的人 恐嚇你自己本人要做這件事的事 不是什麼重案組 什麼事呢 你現在寫幾個字就要重案組 哇 真是 浪費警力 但簡直是不合理 就是了 現在這個社會就走到如此的地步 就是了 就是了 其實我剛才說說曾蔭權 廣後了別人以為我瘋了 為什麼說曾蔭權老鬼馬呢 其實本來就是 因為是笑話不過是不好笑的 就是講這個潛建 這個地方在哪裡 麥當勞道 64號 大家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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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什麼 他可能是 真的很巧合 真的很巧合 很巧合 大家想在尋找新聞 去怎樣補這次六四 給大家 今年很奇怪的 六四是沒有過往有些 奇奇怪的人出來講話 陳一樂 呂志偉 呂志偉 馬力 甚至乎 已經鮮小了的馬力 每一年都有 是 或者曾蔭權那年又說 我又代表大家 其實那些已經過去了 我們又不要再提了 不斷叫大家 不要說實話 但是曾蔭權很厲害 是 想不到爆發這些事情 麥當勞道64號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世界是幽默 或者天網恢恢疏而不留下 天有眼 真的 六四前就是麥當勞道64號 是 真的 天有眼 沒錯 真的 那 今年的64會有多少人呢 我就 很難估計 我覺得不要想 這個問題 我覺得很難估計 不是那麼重要 我之前參加了兩個六四的活動 一個就是六四的活動 一個就是六四的活動 之前一個禮拜的遊行 另一個就是基督教搞的每年 不是每年 近年在佑寧堂搞的六四祈禱會 那一期都會很少人去參加 是的 那些人坐得很獨立 只有五六十人左右 真的很可憐 就是 往年是坐到出去門口 每年都有 六四祈禱會 去年 去年是坐到出去門口 前年還是去年 今年只有五六十人 五六十人 很疏落 很不舒服 我自己 應該出現的人都會有出現 那當然 沒有 我沒有出現 或者覺得 或者這些事情都是做表演 不出現的人都沒有出現 有些 會不會的時間 不是沒有 我們很多人在做畢業論文 可能是 考試的季節 也是考試的季節 五月尾 我覺得好像今次的宣傳論文的推動 好像少了少 還是少一些 少一些的感覺 好像少一些 不是好過不是好過 反而六四 基督教六四的研討會 多人 那些人喜歡研討多過祈禱 我懷疑 研討就請了程祥 張翠蓉 還有蔡定邦 背信棄義神學院的蔡定邦 研討會有很多人來 但是那個 祈禱會有少一些人來 蔡定邦就是發文 給我發文 即是非暴力抗爭 有一堆的建議 蔡定邦就提議那篇文 網上那篇文 我發了給子健 一連串 那篇文 挺好的 提議你可以怎樣做一些非暴力抗爭 這樣 這樣就相當好 我覺得 我們今天是不會講的 我們找日再講 找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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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認真 認真 認真 有出文版的 網上 很多文版 讓我們有空 可以做一些非暴力抗爭的研討會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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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 可以 在青台或者在這裏 TV 搞這些事情 大家說一下那個抗爭運動會不會有一個新的形式 新的變化 新的思考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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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一直都是期望著的 今年的六四就 你估計會不會人多 但今年的第一屆沒有司徒華的肉體在這裏 我不說他靈魂在這裏 靈魂應該也在這裏 靈魂應該也在這裏 精神在這裏 是啊 第一年肉體不在這裏 那就會不會因此人多呢 即是他走回去人多些 過往的人不想來看他 所以少些 想緬懷他 或者是想延續 哎呀 今年的華叔不在這裏 嗯 讓我延續他的精神 即是原本來的人來 就來啦 當然 如果我看特首的民望 以及對中央政府的不信任道 以及今年這麼多維權人士被拘捕 我覺得今次都會多人的 是 都會多人的 最少是在國內的朋友的自由行呢 是參加六四的集會呢 是越來越多 我覺得每一年參加的時候呢 你是看到是不斷增加的 是 是的 第二位母親的 沒有那麼出名的 就接觸過他們嘛 不如給錢你啊 就不要再搞事了 對 是的 是的 這件事是令到我覺得是很奇怪 即是是一種侮辱 即是一種侮辱 即是一種侮辱 或者是一種 即是 我都不懂得形容 無法可修飾的一對手 無法形容他那種 那種荒謬 我覺得真的很荒謬 即是給錢你 算啦 都22年啦 你死了 你兒子 死了女兒 死了老公 無論如何 這樣 我們就不如給錢你 你就不要再 不如解散這個組織 或者什麼其他 等你好好日子生活過 始終包覆你都要放下的 否則怎樣能夠輕生上路呢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向前飆桿直跑 是不是 飆桿人生 是不是 即是 忘記背後又是這些 即是你說這些 其實是對於亡者 或者對於生者的 那不是應該搖鼠嗎 基督徒 包容 有些是搖鼠不到的 包容 搖鼠是要在犯罪者認罪的基礎底下 即是有條件的認罪 不是無條件射罪的 我覺得無條件射罪 無條件射罪是廢話 其實給錢就不是問題 賠償 一定要賠償 問題是什麼形式是賠償 是的 道歉 賠償 公開 罰了那些仍然在生的人 等於希特拉 倒了一檔 法庭未審判那些戰犯 嚴格來說 無法罰到鄧小平的 割了 割了就有了 李鵬未死 未死 楊尚昆死了沒有 死了 死了是不是 是的 還有哪些未死 都沒有什麼未死 剛才習文可以追究一下 陳希彤那些死了沒有 垮了 垮了嗎 還有什麼未死的 當年那些人 未死的那些 拿出來 當年商戀的議中人都差不多 當年商戀的議中人 已經成為未亡人了 成為未亡人了 你未死的那些就要審判 也好 等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那些戰犯 不要緊 你覺得政府要負責 因為你的同黨 同一個共產黨的人 是的 你變成了你一定要追究 追究不是要推翻政權 那麼簡單 是說對死者的尊重 還他們一個公道的過程 是的 這次的消息究竟是 即是說收錢 即是給錢的母親 嘗試這樣去做 第一次 首次就這樣做 意味了什麼 究竟是否官方 還是那個人 即是軟化 還是軟化 還是不是軟化 真的不太清楚了 是 但看他對趙連海 艾美味那些人 又不太覺得軟化 現在是越來越激烈 尤其是在2012 即是明年中央換屆 但是香港有換特首 是的 越來越嚴謹 是的 但是相對地的民情 越來越高漲 包括內蒙古 是的 這件事 你看到其實中共 本身的政權 是非常之危危符的 是的 它不是一個這麼虛脅 那為什麼會在內蒙古那裏 即是人民 又會開始有些抑鬱呢 那為什麼呢 是的 再說下去 就是除了那個小數民族 內蒙古 其實也不是小數民族 人家是主要的民族 讓我們漢族 是搞定的 是 即是包括他們的生計 人家知道 那個草原被人 無故發展 即是好像坐原村 是的 即是搞到別人 找口吃都不行的 是吧 又強行收地 即是官逼民返 這些情況是越來越多的 那 最後 我就有幾秒了 我用哈維爾 他的一段說話 作為總結 即現在中國的情況 他的說話說 看上去 似乎以僵死的軀體 轉眼間又出現了復活的跡象 即是民間的活動 民間的不滿 歷史又回到我們中間了 未來又成為不可預測的 也許有人會重新使用暴力 迫使人們認為未來是可知的 在政權的掌握之內 也許已經顯示出的希望 又會很快的窒息 但是 也許努力對一切都是無補於事 也許就連發生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變化 也會消失 也許若干年後 我們所做的努力 或者紀念六四那種激情 會在某些人眼裡的歷史奇觀而被研究 也許人們會將一切都忘記得乾乾淨淨 但是哈維爾說 我不十分相信這樣的結局 但我不能排除他的可能性 而最奇怪的是 即使沒有什麼好結果 可是當我們有一天離開這個恐怖的世界的時候 我們都不會認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是毫無用處的 好厲害 我覺得簡直就是一粒墨子不落在地裡 死了就不能夠結出多一字粒 簡直是一篇土文 簡直是土文來的 真是 你看看 我不知道哈維爾是否教徒 那些教徒說的話 是不是哲客人的嘛 哲客人是天然教徒 哲客人是一個很有改革的基督教傳統當中 是不是呀 我最近看了一個Rochman 我發現到一些東西 終於發現到了 可以跟哈維爾對話 對 沒錯 是 哲客人是學的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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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梓杰 待會我們再見 記得去六四維園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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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